2023年的中国人口,已经连续两年出现负增长 总和生育率,已经跌到了1.0左右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倒数第二,仅比韩国略高 从2015年开始,中国就逐渐放开了执行近40年的计划生育政策 但是,全面二孩政策不及预期,三孩政策效果也并未显现 未能扭转,中国出生人口的下降趋势 中国的出生人口,自2017年以来,连续7年下降 2023年,出生人口902万人,比2022年减少54万人,继续创出新低 中国出生人口逐年走低,老龄化少子化问题已非常严重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但其实,关于人口还有个严重的问题,似乎被很多人遗忘了 那就是失衡的性别比 随着近年来,二胎三胎政策放开 许久未冒头的重男轻女思想,又再度抬头 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根据统计局的数据显示 中国的出生人口近别比,已经达到111.1 这意味着,每100个女孩出生的同时 就有超过111个男孩出生 而前一年,这一数据,是108.3 通常来说,出生人口的近别比,在103-107 属于是正常范围 从数据来看,中国的出生人口近别比,在2008年后 一度呈下降趋势,缓慢向正常范围靠近 但随着二胎三胎政策逐步放开,这一数据,又逆势抬头 打开社交平台,也有不少现实的例子 有网友晒出了照片 一个小小的饭桌上,只有自家一个女孩 剩下五个全是男孩 无独有偶,有网友表示 朋友的女儿,竟然是幼儿园班上唯一的女孩 主流观点认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性别观念 是致使出生性别比失衡的原因 但实际上,对男孩的偏好,并不是唯一原因 并不必然带来出生性别结构的失衡 背后的逻辑也很好理解 因为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在中国一直存在 数据显示,20世纪50年代,60年代,70年代 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均值,分别为105.92 106.66,106.1 一直在正常范围内 自80年代起,才逐渐走高 所以人口学界普遍认为,性别比失衡的出现 是男孩偏好、性别选择技术 以及生育政策,三个因素共同作用 缺一不可 男孩偏好是重要的动因 选择技术是手段,生育政策是环境压力 去除任何一个因素,都不会必然导致如此高的出生性别比 追溯出生性别比首次超过正常范围的1982年 正是那一年,计划生育被正式确定为基本国策 并写入宪法 当生孩子的机会少了 那些重男妻女的人会如何选择 答案显而易见 在高生育率,多子女的时代 想要男孩的愿望,可以通过多生育子女来实现 所以,出生性别比,仍处于正常状态 然而,随着可生育子女的数量空间,不断被压缩 那些生了女孩,进而选择冒着超生风险 生育二孩三孩的家庭 为了确保下一胎男孩,就会更倾向于 使用选择技术来确认胎儿性别,剁掉女胎 有些家庭甚至出现,气腻女婴等极端现象 但是问题也来了,为什么二孩三孩全面放开 生育子女数量空间打开后,出生性别比,却不降反生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人们的生育意愿,越来越薄弱 这些年,收入不涨,甚至减少 高昂的房价物价,使得年轻人,压力很大 而压力最大的这一代人,刚好就是生育的主力军 这样沉重的压力,让很多人根本不敢生 甚至不敢谈婚论嫁 也就是说,即便计划生育放开了 影响人们生育的外部压力,依然存在 导致人口失衡的三个因素,实际上还在发挥作用 现在的普通家庭,能够集三代之力,培养出一个孩子 以实属不易,很多家庭一胎是男孩 就会倾向于选择不再生育 而一胎女孩,渴望男孩的家庭,就会顶着压力 去生二胎三胎 这并不是无端推测,而是有现实依据的 从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 不难发现,中国绝大部分省市的性别比 都高于正常范围 全国31个省市地区中 出生人口信别比,在正常范围内的地区只有7个 并且从三胎开始 这个数据更是越发的畸形 即便是在经济发达 思想接轨世界的城市 能追生三胎的,大部分也是为了生男孩 就比如,中国经济第一城上海 其一孩性别,还低于全国均值 但从二孩开始,就高于全国均值 三孩则高达,152.78 第四孩性别比,更是达到了可怕的,216.67 除了北京,其余两个一线的数据,也是不相上下 而从总的性别比来看 江西凭借,122.7的性别比 夺下了新生儿性别比的,全国第一 海南福建广东湖南,也都赫然在列,机身前五 如果细细拆解到,江西各城市的,新生儿性别比数据 就会发现,这简直是一个,全方位无死角的,重男轻女大省 即使是全省性别比最低的省会南昌 也以116的数据,超过了全国均值 其他各地级市,全部超过120 可以说,在重男轻女这方面,全省没有一个异类 但真正离谱的,还是三孩以后的数据 江西十一市,所有城市的三孩性别比,都超过了150 这意味着,这些地方出生的三孩里 每两个女孩的诞生,就对应三个男孩出生 最离谱的金鱼市,更是冲到了221 而冠决全国的畸形性别比,也造就了江西的高材理 提起天价彩礼,平时存在感不强的江西,总是首当其冲 就江西全省范围来看,彩礼区间跨度较大 多数地区,在12.8至18.8万之间 部分区域,则能有30万网上 而且,越是农村地区,彩礼金额反而越高 动辄十几二十万的彩礼,对普通家庭来说,确实是莫大的负担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江西也政策评出 根据澎湃新闻报道,2023年年初,江西省民政厅等十四部门印发文件 其中提到,将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三倍,作为彩礼限额标准 根据江西省统计局数据,2023年,江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 21358元,首次突破2万元,这意味着,江西各县市的最高彩礼限额 基本就是在6万元上下,如辅州市金西县,要求严格执行农村彩礼限额 原则上,不超过6万元,庐山市也规定,农村彩礼超出6万元的,即为高价彩礼 新渝市分一县,确定彩礼最高限额为6.9万元 南昌市新建区,则要求农村彩礼控制在8万元以内 为了监督彩礼的执行情况,江西辅州还设置了道德红黑榜 如果模糊出现高彩礼情况,就会被写到黑榜上 选择零彩礼的家庭,则会被放在红榜上,当作示范 辅州市黎川县,还发过一则通告,专门征集高彩礼线索 只要彩礼超过6万,可以投诉举报 不过,有不少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指出 彩礼在当下的中国,仍有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它让一些婚姻原本自带的交易缔结关系 有了一份外化的实体形式,维持了某种契约的稳定性 在农村,男女结婚找对象,存在较大差异 农村女性可以嫁到城市或者外省,但农村男性很难外取 这造成了当地婚嫁,完全变成了女方市场 由女方掌握着主动权,她们用彩礼来衡量男方的家庭实力 是否能支付彩礼,是女方选择伴侣的前提条件 彩礼的支付能力,是男方进入乡亲市场时的准入门槛 显然,彩礼作为嵌入中国乡村基里的传统风俗 金额多少,怎么变化,是约定俗成的结果 自然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所以,各地的行政指令,或许能取得一时的成果 但真要把高价彩礼打下来,恐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只要经济发展差距存在,相对贫困省份的劳动力 就会被周围省份红西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同时被六大富裕省份红西的地区 江西试婚女性的疯狂流出,叠加本就更少的女婴 使得本就不平衡的性别比,雪上加霜 迫使当地男性,不得不一再抬高彩礼,以获得婚姻机会 除了男性结婚男,天价彩礼的出现 性别比的失衡,还会加速人口结构的恶化 在讨论生育率的时候,人们常常会提到一个概念 世代更替水平 意思是,平均一个女性一生中,需要生育几个子女 才不会让人口总数,一代代越来越少 说到世代更替水平的时候 随之提到的生育率数字,一般是2.1 这个数字,基本考虑到了,有的女性不生育 有的孩子会夭折 但其实,2.1这个数字,还有个隐含前提 那就是性别比,需要基本正常 性别比不正常,世代更替水平就会明显升高 我们以一个极端情况举例 如果10个人里,一女九男 那么这个女性,得生10个孩子 才能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而中国人口的性别,已经明显失衡 所以要达到,世代更替水平 需要的生育率,显然是大于2.1的 据估计,至少是2.3以上 而目前中国总和生育率,仅有1.0左右 也就是预期每个女性,平均生育一个孩子 这之间的差距,是相当大的 有研究预测,到2035年 中国的试婚男性,将多出4200万 未来几十年里,男性终身未婚的比例 将达到10%至15 而这些男性,大部分都集中在农村地区 这即造成宏观上的养老困难 也导致个人的养老困境 终身未婚的农村男性,在步入老年后 往往经济困难,又没有家庭照顾 因此非常依赖社会保障 而随着中国经济降速,财政捉襟渐肘 人口结构不断加速老龄化 接下来,农村的养老危机 恐怕将会大面积的爆发